从警局走出后一路上头都滴滴的 对于儿子犯下的种种不愿再多谈 简性嫌犯开快车带走两条人命 其实做母亲的心中也有说不出的无奈 没时间想接下来的日子怎么办 因为透过里长转述 嫌犯母亲也很痛苦 他其实想去和被害人家属致意 但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同意 其中交由区公所联系安排 或者由里长或区长代表致意 儿子有基本的劳保 他承诺如果领到钱都会赔偿给被害人 另外他希望警方能协助 找回儿子生前花三万块买的一辆二手车 主要担心若是遭窃怕有更大的麻烦 平时在这座餐店工作收入不算多 加上大儿子和女儿一位只在家 另一位因病要到疗养院治疗过得也很苦 但殉职远景苏毅宏一家心中何尝不适 我走了半个小时 这抹笑容再也见不到了 奶奶也在三号上午从金门渡海来台 由警方派车载到爱孙临堂前 最后的团员方式是多么让人比酸 TV市连林云城郭颖江波军新闻时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